如果我们看到的贝多芬的交响曲是这样子的高度 或许他的弦乐四重奏是一个更高的高度 这么经典的曲目 很期待这位这么厉害的老师可以玩出什么花招 交响曲是写给很多人听的 可是钢琴奏鸣曲或者是弦乐四重奏 是写给很亲密的人听的 我所谓的亲密是心灵上的亲密 一群好朋友懂音乐的人 我们在交响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正义凛然的 贝多芬 可是或许我们在弦乐四重奏 可以看到贝多芬的另外一面 如果我们看到的贝多芬的交响曲是这样子的高度 或许他的弦乐四重奏是一个更高的高度 我们从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 更可以清楚地看出 他是怎么看待自己做取家这个身份 弦乐四重奏通常都是很真诚的 在那个世界里面他可以不用管 人家喜不喜欢 大部分人听不听得懂 他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 他像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小世界 可是那个小世界不见得是我们想象中的情爱的 有可能是他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 他把他的理想放进去 光是一个贝多芬 他就可以提供给我们各种不同聆听的 或者是知识上面的挑战 我觉得这是很迷人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选曲上面非常的用心 很希望能够在贝多芬各种不同的议题或者是风格上都能够涉 贝多芬比较早期的作品常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单纯 从这样比较早期的曲目比较单纯的曲式 我们反而更可以去看演奏者如何让比较单纯的音乐变得不无聊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贝多芬的中期我想是很精彩的 一方面又处在我们听得懂的状态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把弦乐次从中好像扩大成一个类似像弦乐团的规模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让大家理解 贝多芬他的创作的风格 他的逻辑如何淋漓尽致地展现 他的晚期作品提供非常多我们思考的空间 这个东西怎么会摆在这里 这个东西我觉得会这样结束 为什么会那样结束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所挑的OP132 它是一首很有故事的弦乐次从中 很少人会想到说原来弦乐次从中会讲故事 我觉得这一场音乐会还有一个让我很兴奋的地方 是我要跟异星是从中合作 这么经典的曲目 我很期待四位这么厉害的老师 你们可以玩出什么花招 这也是一种音乐人之间的互相的较劲 有机会有的小时 有机会有关在这儿的有一位 和尽力有利说尽力有关在这儿的地方 在这儿的中央比对象 和尽力有的小时 在那儿的潮重力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